本期的主题叫做生活中的平衡 而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 将会给我们带来的是 哪一种平衡的挑战 掌声有请一无双组合 二位好 来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们是一无双组合 我叫邓准飞 今年17岁 来自四川成都 是一名杂技演员 我叫陈世磊 来自河北邢台内秋 今年25岁 是一名杂技演员 本什么关系 我们是师兄们关系 他是我师姐 刚才我也说了 说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平衡的主题 其实你们接下来的第一组的挑战 就跟平衡有关 对 而且我们看 男生特意穿了一个漏肩的 这样的一个装束上来 其实展现的就是他的一个基本功 看细节 肤色的不一样 然后如果你要手触摸的话 你感觉这块的皮肤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这是有碱在上面的 说明他们的第一项挑战 他付出了很多 而且他的身体情况 有肩周炎吗 火得很 没有肩周炎 没有肩周炎是吧 先展示一下 让我们了解了解 好不好 好 先上芭蕾 谢谢 谢谢 哇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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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火遥遥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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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花里舞蹈 海草 海草 管他海浪尽讨 我 如我乐逍遥 人海啊 最后一段是有点彩蛋的效果 对 我能说句实话吗 我觉得这个海草 比健身芭蕾还难 他这个下边你跟着扭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就奖励是一个人体平衡 我们达到五年了 十五年以来他每天 不管春夏秋冬 我都是穿一个砍杂度过 冬天再冷也只能穿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他要踩我的肩 所以就随地要踩 对 必须要踩 如果踩假如带性的衣服呢 那会滑 就不舒服 那不是真功夫了就 对 不可以 必须得 所以用你的血肉之躯 来换回今天这样的默契 对吧 其实《街上芭蕾》这个节目 现在是我们中国杂技界的骄傲 谢谢 因为它是百分之百的 中国原创的节目 它的原创是魏宝华跟吴正丹 而且拿到了全世界 杂技界的最高奖项 金小丑奖 这完全是我们中国的杂技演员 对 自己创意 他们是夫妻俩 你们是这个 将来的夫妻俩 他们这个默契和信任 非常非常棒 其实看这个双人芭蕾 这个特别是肩上芭蕾这样的表演 杂技表演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默契 有没有什么提升默契度的 这样的一个游戏训练 有 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 行 好 来 谢谢 这个很难 很有画面感 这是双人俯卧撑 来 如新一号 不能输给他们吧 为罗老师这种勇于奉献的精神鼓掌 来 来 下一下 你放心 卢秦平是在家练俯卧撑吗 还行 还行 有点滴 我脑袋 我手还没上来呢 我手还得上来 我手上来就完了 抓我脚腕 对 可以 3 2 1 来一个 1 2 2 来 三个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 加油 3 爬 观众朋友掌声热热一点 我们再来一个 厉害 我切肉体 真的这个底座太累了 这个 而且就是取决于上面人有没有功力 就是他抓到我脚腕他在晃 确实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谢谢 谢谢 当然要说到二位 其实还要补充一个信息 其实二位之前在新西兰 对 马戏团其实是工作过 对吧 这段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因为我是7岁练的 然后她是13岁练的 然后我10岁的时候 有幸参加了新西兰的全国巡演 然后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 基本上把新西兰的所有的城市小镇 都走遍了 就是把中国的杂技 带到了新西兰每个角落 对 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现状现在 于是我们就从新西兰回来了 就是进修去学习 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完成了一个创新 然后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 就是想把中国的传统杂技 带到世界各个大的舞台上 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杂技 了不起 了不起 对 好啊 这是我们的理想 对 年轻有理想 请开大屏幕 一无双组合 接下来100秒的表演 我们提供了三个标签 天下无双 今生因你痴狂 10平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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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上去有点意思 10厘米也就这么长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 意思就是 虽然舞台这么大 但是我们只用10平方厘米 你就可以惊艳全场 所以言外之意就是 你不需要上台 还是要上台 来 黄金龙跳开 准备 三 二 一 给出理由 为什么那么坚信 二位能够成功 我恰好是因为 他们刚才讲的那两年 在新西兰的这样一个巡演 可想而知 你们的舞台经验 是相当的丰富 而且刚才还有一个重点 是你们提到的创新 对 你们回国学了创新再登台 我很期待他们这个创新 谢谢 谢谢 特别对于杂技来说的话 刚刚我们感受了 他们基本功特别扎实 一个扎实的基本功 才能保证每一次演出的失误 近乎于零 然后我们支持你们 期待着待会儿的表演 谢谢 谢谢 黄金100秒全新改版 把我们的黄金舞台 重磅的升级 做大 做高 做华丽 然而 接下来的选手 用不着那么大 十平方厘米 即可完成挑战 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 请转身 观众朋友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使用微信摇一摇 参与节目竞猜 迎金斗 玩游戏 得黄金大奖 每个月最后一期 我们将现场开奖 摇一摇 黄金就来到 赶紧行动吧 黄金100秒 计时开始 转越红尘的悲慌愁愁 和你贴心的流浪 和你贴心的流浪 有你的梦 有你的梦绊 伴着花声飞翔 以后一期杀 我爱心生命的痴狂 神明灵的痴狂 只是过往是过往 今生黎明痴狂 慈爱天生处处 不过还有天性的流浪 枯温了容颜难遗忘 今生黎明痴狂 慈爱天生处处 不过还有天性的流浪 慈爱天生处处 我把级âr都交 ries 我不过去 你经常都交 Joyce 我把级时长的放映 很想可悦 但我这 otras一回事 听着说我要何不 vara 跟下 move 祝宏 共进员提供的 精美的黄金项链 中间有一盏幸运 希望你们的表演 对我的幸运能够陪伴你们 其实我们能够猜出来 为了这样的表演 你们两个人应该没少受伤 对吧 何止受伤啊 还老吵架 有一次吵架 因为他们这个肩上 又累又疼 刚才老师也体验了 底顿多辛苦啊 对对 小伙 别多说了 你想娶她吗 想清楚了再说 这是在中央电视台 你想娶她吗 虽然你们现在不是 真实的情侣 但是请理解佳明哥 为什么那么感动 特别希望两个人 能够走在一起 因为你们的这个默契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 其实两个人 他们除了肩上芭蕾 这样的高难度的技巧之外 在100秒当中 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原创的 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就是拳上芭蕾 对吧 小伙 最后有一个动作 手顶起来 对 这个平衡更难掌握 而且刚才这个 100秒的杂技表演 我相信给大家带来了 很多那种感动在里面 我们看看我们现场200位黄金评审团 有多少人被你们的表演所感动 我们来看大屏幕 145位 有一个意见吧 送给你搭档 不敢有意见 她是我师姐 下去欺负我了 我再追问一下 要不然自己买一个送给她还可以 不行 没亲爱我 你们两个人真的是 可以站在世界的顶尖舞台上 靠谱的话就是 你们俩真的可以去试一试 就是两个人之间 如果有一些化学反应产生的话 会对你们这个感染力和表现力 大有逼 有没有可能在一起 一定是我们一下 你再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们 我春季自然努玛丽 好好好 非常完美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好吧 黄金一万秒 非常适合你们的表演 非常好的补偿 来 加油